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教 靳平我们刚刚在那边自己安慰自己 说官方不能怎样 那我们民间怎样 反正追根就底一句话 我们的国旗就是不可以禁人家展馆 那为什么连美国国旗都会不行呢 美国国旗也是主要就是因为奥运的会员国 大家都要遵守嘛 就算你美国是世界的霸权国家老大哥 武力在强 科技在强 经贸在强 也是要遵守这个规定 可是在20年前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 美国却自己违反了这个规定 他的国旗竟然跑到奥运的会场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主要是说今年我们大家都在看说 伦敦奥运大家会看一个焦点叫梦幻十队 美国梦幻篮球队NBA那些球星大牌球星组成的 那我刚刚讲到说1992年巴塞隆纳 这个20年前这场奥运呢 美国当时派出了梦幻第一队 是梦幻队的十组 当时有国内观众熟悉 很多球迷都熟能讲的 巴克里还有这个魔术强生 无人队的 当时呢就是大牌云集 最近不是还吵说梦幻一队跟梦幻十队谁比较强 那当时梦幻一队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也是奥运史上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乌龙 在那个最后果然一如所料 一如预期 这个美国队代表队他组成的这个奥运的梦幻一队 当时就大家预料他一定会拿到那个奥运的篮球的金牌 果然最后他夺金了 本来就是夺金大热门 那夺金的那个拿到金牌之后 他去领奖的时候 队长Michael Jordan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魔术强生巴克里 他们一起在那边要去领奖的时候 却发现说他们球衣身上 几乎都是Nike 那个勾勾的那个厂牌 那我们知道Michael Jordan跟很多 跟那个很多运动厂商合作 最大的运动厂商就是那个 专门出乔丹鞋那一家 就我刚刚讲那个勾勾那个厂商 Just do it那一家 自然而然他的球衣球 那个还有还有裤子 还有运动鞋 上面是不是都是那个勾勾的标志 除了美国的一些那个 这个不意外啊 这不意外 因为他是赞助商 他赞助他的大牌球星 那赛车手不是也是从头 什么全身一身都是吗 每一个都有加钱 你要想想看 那一年的1992年巴赛隆纳奥运 那一年的那个奥运会的 最大的赞助运动商 叫做瑞跑 瑞巴克 这是一条线这样子 跟这个厂商是不对盘 你拿着那个全球的镜头焦点 瞩目在你身上 尤其是Michael Jordan 这么这么 另外一家就要跳起来了 而且他还是奥运赞助商 另外一家才不是 他冲击但不过是赞助美国 那个孟一队那些大牌球员 结果后来 他们突发奇想 就把美国国旗盖在身上 遮住他们那个勾勾的标志 结果好几个 包括Michael Johnson 那个Michael Johnson 还有那个Michael Jordan 还有包括这个巴克里 全部上台的时候 都批着美国国旗 然后当时 当时媒体和一些球迷 还拍手鼓掌 说好爱国啊 好弱 就是美国人情操真伟大 可是就违规了 后来开始追究 违规了 为什么违规 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那个赞助商 跟他们衣服上的厂商不对盘 今年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 为什么 今年是梦幻第十队 梦幻第十队 延续梦幻一队的传统 这些大牌球员 包括田瓜安东尼 还有这个选秀赚言戴维斯 几个大牌球星 一样是同一家那个勾勾厂商 Just Do It的赞助他 那可是今年的奥运会 虽然不是像20年前是Rebar 可是今年的奥运会 是另外一家运动厂 叫爱迪达 那大家都在等着说 梦幻十队可能就会夺金了 那会不会重到 当年20年前 麦克风救他们附测 有人就在 有球迷也有网友 在网路上讽刺说 干脆如果他们夺金了 包括安东尼那些 所有大牌球星 还有雷霸龙 雷霸龙 领奖 领夺金牌的时候 把衣服全部脱下来 我想 敬平讲到赞助商 告诉各位 赞助商也是奥运 宣扬国威的一种 我举例 你讲到勾勾 那大家都会想到美国嘛 是不是 不管是Adidas 还是什么Puma Rebar等等 德国也会想到他们 这次的赞助商 我有稍微调查一下 可口可乐 柯达 奇异 Visa 麦当劳 Editas 三星 那一集 怎么没有我们台湾 有 有 各位知道吗 赞助商也有台湾 宏基电脑 从2009年 就跟国际奥运奥林匹克委员 IOC就已经有签约 签了四年的约 所以包括2010冬季奥运 它的标志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宏基电脑 是可以使用它的那个圈圈的 那这一次呢 伦敦奥运呢 一样宏基也有 但宏基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提供25000台电脑 另外派出400名技术人员 去支援英国的奥运 你知道英国这事什么都够 就是人不够 对 那还得砸下将近外界估计 大概是30亿的预算 但是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在足球赛开打 还是篮球赛开打 或是各项的体育赛事 有些的地方就会出现了 ASER的标志 那这是宣传鬼 那倩妮就会问了 好啊 那你宣扬我们中华民国 这是一个品牌 那可不可以偷渡 可能也许会有国旗的出现 你敢吗 他也不能写个台湾 也不能放个国旗 通通不行 就他一个ACR 我就说如果今天你是那个厂牌 你敢这么做嘛 对不对 没人敢嘛 因为连那个勾勾都已经 奥林匹克就是不准就是不准 那你ASER怎么办呢 是不是 好 那另外我要讲到就是说 国旗事件 我们这次在摄政界 刚刚老师 马老师已经提到了嘛 那就是个商圈嘛 那就是个民间组织嘛 结果呢 说策就策 我们还只能说不然怎么办 可是 今天 昨天 对不起 昨天但是今天传出来了 昨天 当北韩的女族 跟哥伦比亚小组分赛 已经开梯了 对不对 结果呢 北韩介绍 比方说北韩女族 她是选手之一 她叫什么 朴秀珠 朴秀珠 这叫朴秀珠的时候 旁边那个电视的那个 霸 那个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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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国旗标是放成南韩 哇 她就不爽了你知道吗 搞不清楚这两个是 搞不清楚欸 变成太极旗 她就不爽哦 当然啊 霸梯 沿着一个多小时 这个比赛才开梯 这有照片 这也差太远 这个是北韩的 对 这是一个北韩的照片 这是北韩国旗的照片 嗯 这个是南韩国旗的照片 嗯 这两个差这么多 好 就不爽了哦 好 那千里想不想知道结果 就是澳会组织 怎么对这件事情做解释 她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嗯 我们必须深切的向北韩道歉 可是对我们是什么 连一个商圈的一个旗子 都怕撤掉 为什么 因为北韩有核武是不是 还是北韩有色火界 特工 他们怕特工跟核武 所以人俊 如果说我们也被人家给物质了 你知道这个国旗啊 国民啊 这些啊 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刚刚有听到老师讲啊 我们就这样子 啊 软绵绵的这样子 一这样子咽下去了吗 我们也有这种被人家物质 然后我们要去要求一个公道 然后人家怎么样的 声真的跟我们道歉 这样子吗 不过讲真的 我刚刚看到那个民众说偷渡 然后那个免内的国旗 我其实有点难过 又有点感动啊 我感动的是说 我们的民众为了想要让我们的国旗 就阿Q嘛 对 有一个曝光的机会做这个事 可是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偷渡 因为其实看到就知道 那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嘛 可是我觉得 站在一个运动员的角色来讲 他当然希望我能够出头 你说奥运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 第一个他商机 第二个全球几十亿的人在看 你知道吗 他当然关注到这些 刚刚讲到韩国 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 韩国跟日本本来是世仇 你知道奥运这个东西 不只是单纯的这种运动场 对 它其实有时候是政治的问题 民主仇恨 韩国在2003年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个提议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的英文 我韩国的英文叫KOREA 可是呢 我们韩国的名称 其实本来是COREA 那为什么我们变成K呢 就是因为日本人 把我们改过 因为他曾经日本有同事过 就是跟韩国有些关系的时候 把他改过 所以他说这样不行 我们在奥运场上的时候 任何进场 因为现在奥运进场 都是按照字母排序的 你知道 他说这样不行 J排在K的前面 那我要改回来 我要改成C 我进场 我要在日本的前面 后来因为你改国名 这个姿势实在太过提大了 所以到最后 后来就没有诚信 所以我说大家 为什么去正视这些 我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记忆 我们刚刚讲到说 台湾今天为了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这个名称 还是有问题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它的英文是什么 中国台北 强林是台北怎么翻译 我带大家回顾一下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刚当总统 2008年是什么奥运 北京奥运 中国的外交部 当时在对整个 国际媒体中心就讲 他用什么名词来介绍 他介绍中国台北 这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有人讲说 如果你不改回来 我就退赛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马英九有 确实有强硬的表达这个立场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开幕 是他们不是每一个进场的时候 都有一个那个 李怡小姐举个拍子 上面其实写的就是中华台北 那我今天也要再讲回来 我其实看到那个三太子 我最近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些 比较有特定立场的民众在批评 他批评说那是一个阿Q的精神 说就比如说你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你只是自己挂爽的 可是我真的要这样讲 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 我们还不是为了希望 让这些运动员可以有一个 上场得分的机会 他训练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 大家focus在这个旗帜上 或许去唱衰他或许这样 我今天再讲难听一点 前四年前八年我们怎么过的 我们不都是拿中华奥会吗 就像他刚刚讲说赖清德 我还不是用中华奥会的模式 去参加这些国际比赛 为什么我们要求一个曝光 这是一个台湾现在的处境 而且是一种困境 可是我必须要去接受啊 所以你与其去唱衰他 你不如多给他一些的鼓励 而不要去讲他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帮助 讲一些歪点子总比没点子好了 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刚刚提到的政治现实 还有是不是向前看 所以我们的驻外单位 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态度多硬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马上回来